剛剛講到學校指定的問題 就是沒辦法做 問題點第一個就是 管理能源沒有能力分析用電資料 所以我們一開始想說把它寫成一個 r package 然後有tutorial 就是很像那時候想要學發展教師 就是一步一步教大家用 但後來發現管理能源就是 可能是北北或阿姨們 然後可能就是 對他們來說門檻還太高 所以其實現在demo的是之前 就是做我的tutorial 然後是想說 如果他們按照這個步驟做的話 就是他們只要匯進自己 戲管或者是建築文用電資料之後 他就可以把一些基本的統計 考出來像是年用電量啊 變化啊 然後浴質啊 然後跟其他 feature 的關係這樣 然後因為腳天的方式非常混亂 就是台大有11個學院 然後11個學生 每個學生都有自己一套的腳天的方式 呃 所以就是 然後除了院級之外還有校級跟校外單位 像中原院天數所或原文所 也是在校總區這樣 然後還有不同的校區 呃 所以就是我們希望 之後可以把這些東西 換成網頁的資料視覺的話 就等於說 他就不用再 呃 透過R 撈資料 然後再 output 就是這些圖 然後 變成他在網頁上就可以 呃 拉拉 sidebar 或者是選個 方塊 就可以得到 我們想要的resolve 就是 讓他更清明 所以 如果有會寫 就是 全端的 神人 拜託 就好像我們 不想讓他死掉 大概就是這樣 好 最後一個是 游擊百科 游擊